我是徐俊相 带你挖真相 今天这个小时 带大家看到 因应美国升习 我国央行宣布降习以对 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要来看到新台币 已经加入了竞扁就出口的赛局 2016台湾经济会更惨吗 当然在此同时 美元逐步走强的时候 如果要投资外币 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 怎么样当一个更聪明的温拿 另外我们还要带大家来看到 就是一个新闻系的硕士 你想想看 他那么努力 一个月兼两份差 一个月大概要多少钱呢 答案是两万一千块钱 您别不相信 今天就带大家来看到 政府一份份光鲜亮丽数据的背后 他们监测不到的 三万六千名尼特肯老族的故事 当然年关将近的 你可能会想说 我出国犒赏自己 一年的辛劳 日本是大家最爱的首选 我们来看看 怎么会有这么夸张的 五万块钱 由北海道 够顶级 够豪华的团了吧 结果你看到这样的画面 都是他们带回来的 居然给他们吃剩菜 剩饭 怎么会这样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 六位专家好朋友 一起来关心年轻人的未来 好一开始呢 我要请蔡总 带我们来看到 因美国升息 12月的彭总裁 出乎大家预料之外说 台湾降 降息的背后 决定的背后看到台湾 2016 彭总裁的眼里看到 我们的经济 会走向什么样的情况 会更差吗 记得这样 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今年既不像08年的金融海啸 也不像12年的欧债危机的黑天鹅 是啊 但感觉今年的经济动弹不安 我们惶惶不安 不知道在怕什么 会是最近的石油能源大战吗 油价跌跌不休吗 还是ISIS呢 对不对 你答对了部分的答案 但是正确的答案是怎么样 美国迟迟没有升息 终于升了 这个叶伦像个荒阳的小孩 从年初喊到年底 对 横竖一刀给个痛快吧 但是我们等了一年 大概插几年 还好 这个礼拜12月16号 终于美国升息了 是 我觉得这个影响很大 金融市场是非常敏感 我们就举我们的台湾股市来讲 是 高达四成是外资 所以今天升息一下下 这边可能就要打好几个喷嚏了 没错 人家就在看 你什么时候美国升息 现在确定了升息 万一升息之后 这原本parking在国内的这些外资热钱 打到回虎回去美国的话 我们的台股就要大跌了 话讲到这个地方 大家就看不懂了 蔡总已经cue到了 四成的外资 多么影响整个台股的起起落落 但为什么这个时间 我们的央行要决定降息 美国升息钱就已经开始出去了 你还推他一把 没错 这个彭总裁突然闪电的这个降息 跟人家都不一样 别的国家都跟进美国的升息 我们降息 似乎彭总裁看到什么 看到台湾后危机 这三个字听起来很可怕 不是只有他讲 你看瑞士信贷的分析师 陶东也说 经济即将进入一个后危机时代 不是危机后 是后危机 后面还有地雷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2016 台湾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经济的态势 哎呀 彭总裁 似乎看到什么样台湾的经济的问题 就是我们过去新闻网 也用了很大的篇幅奖 对 出口不好 对 台湾的经济就是靠出口嘛 数字证明 你看 10月份的外销建单 年减5.3% 连7个月的衰退 今年一整年都不成长 10月份的景气灯号 连续5个月 蓝灯 哇 忧郁的不得了 没错 10月份的出口 竟然衰退高达16.9% 石黑 创下金融海啸以来 最长的衰退纪录 而且联系半年都是 两位数 就是10%以上的弧度来衰退 所以我们找到答案了 但我们还在想说 央行怎么会降息 钱不就加速外逃了吗 原来后面带动的是 台币要进扁就出口 哎 连石黑耶 哇 这出口没劲 台湾就完蛋了 为什么 台湾的经济 70%靠出口了 是 出口这么烂啊 对不对 今年的GDP 没有办法保一 大家想明年 恐怕保二都有问题 没错 所以我们的12月总裁 基于一个责任 他有必要怎么样 看到这个问题 要对增下药 假如救不起来的话 后面的问题 真的是怎么样 后危机的时代就来临 所以他就降息 所以我们看到 彭总裁用一个 非常大家易懂的字 他说 他隐隐看到台湾经济 2016我们在隧道里面开车 但是 Main One Love 已经看到远远 仿若有光 洞口就在前面了 好 那大家会安心说 不要担心 12A呢 彭总裁的决定 一定有办法 让我们最后 谷底反弹回升 好 两个问题 第一个 看谁在开车 是 不对的人开车 看不到那个光 第二个 不远 到底是多远 多远 对啊 彭总裁开四个转股的药方 哪四个 你要照这个做 你才能看到那个曙光 你不照这样做 永远看不到曙光 第一个 要加入区域的经济整合 扩大内心 推动创新 第四个 降低政策的不确定性 所以今天彭总裁 降息台币放扁就出口 哎 这样说起来这购买完 说下去了就要到病除了 但是哦 我还是要很客观的来讲 彭总裁的降息太慢了 太慢了 你这样讲彭总裁 你得拿出证据啊 数据啊 通通都要拿出来 虽然我们很尊敬这个彭总裁 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 我们输在什么 输在汇率 南韩哦 南韩在今年 你看这个时间点是6月12号 在6月份的时候 南韩降息 当时发生了这个疫情 MERS嘛 对不对 你看它降到多少 1.5% 1.5% MERS那个时候不是开玩笑 台湾嘛 挖了蛋 整个亚洲 全世界 然后他们的动作 很灵活 很有弹性 他怎么灵活 他说1.5% 对 我们的利率是1.875 一直停在那个地方 直到9月才降半码 现在又降半码 也不过降一码 所以 蔡总这样讲到 我们讲回6月份这个timing 南韩已经动起来 我们还温风不动 稳在那个地方 其实台湾的出口 我们回去看 它已经步入了衰退的列车 对 假如我们根进南韩 在6月降息的话 我们不必吞出口连石黑 我们也许就吞四黑就好了 所以后面这6根黑线 够吞的 够吞的 对 就像你感冒一样 该开始吃药就好了 但是你引发病发生了以后 开刀啊 所以这样讲起来 时间是晚了 而且一直晚半年 这很严厉 那有例子吗 你来看这个 台币今年以来贬值多少 4% 人家韩币贬值8% 它贬的比你多啊 贬的比你多 例子就出来了 南韩的面板跟南韩的面板 从全世界杀到怎么样 中国 我们在竞争 但是你来看一下 这最近的数字 是 镜像 11月份 南韩的热金显示器 它的出货是482万片 它是成长哦 月成长12.8% 这个是南韩 那我们自己呢 我们秦创呢 我们只有358万片 它差多少 差100几万片啊 我们衰退超过两成哦 尤达呢 更低 只有241万片 差不多热金的一半而已 比涨我销 蔡总 这到底是全球整个需求 整个降温了 还是我们自己政策的问题啊 我告诉你 不是我们的产品不好 我们的面板的技术产品 也是一流的 对 输在什么 输在哪里 输在汇利 就你说的 我们晚半年启动 对 晚半年 还有输在一个什么 我们的弹性 是 人家南韩的经济下来的时候 政府下令 全国的商家 都是大打折扣 吸引国外的观光客 甚至到南韩去整形 离开韩国的时候 退水 退时拍给你 所以真的是要救韩国经济 全民大作战 全国人民大作战 所以你看 友达群创 这是台湾电子股里面 很重要的龙头指标 今年的股票都跌38% 跌46% 都在反映这个利空嘛 好啦 这是过去的事情 现在输也已经输了 但是彭总裁至少 这一个令已经出去了 已经决定降息 就是要放扁来救出口 我们可以等啊 要到病除了啊 事情没那么简单 没这么简单 咱看陶冬的公传 陶冬说 每年美国升息三次 中国至少会降三次 但是我告诉你 台湾现在的利率不是跟美国 是跟中国 所以明年我们会再跟着降三次吗 但小心喔 每一次美国在升息的时候 都是送到美国 干口就烂 我举个例子 上一次是在1993年到2001年的时候 美国一升一升 但是中间发生了几个危机 1995年墨西哥危机 还有1997年整个亚洲的危机 1998年俄罗斯危机 1999年巴西危机 到2001年俄庚庭危机 所以这个历史会说话 今天一家独红 大家就让人这样 齐齐齐齐 绿绿 绿绿绿 有几个输家了 存款族收家了 退休族输家了 对不对 那都变部嘛 你看这些银行降了 差不多0.07以后 以存100万来讲 年息就少掉750块 你如果扣存款的退休族 每个月就少吃一个便当了 你不要看这些特休族 还有这个大妈等级 这些都算得很精 对 你再继续 你看 我们刚才不是说了 中国预计明年2016要连三将 我们如果对了这样 即适咖 对啊 变成不是一个便当 假如降息三次的话 那就什么呀 三个便当 这势必会对我们的经济 又形成一个紧缩了 好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说两两咖 即适咖 回过头来我们要问一下大佛 刚刚一开始从美元开 我们继续要追着美元的话题问了 美元越来越强势 那大妈大家要问了 这块头杀进去 我大大的收购 这样可以吗 方向没错 但是有时候价位要掌控一下 那我们先以国际美元的指数来看好了 因为其实台湾要看美元兑台币 但我们先看国际 基本上不管台币扁不扁 那只要美元长期看涨 你投资其他的东西都赚得比美元少 所以你投资美元就好了 那我们把时间抓长回大概2000年来看 那最近这十几年来走势图 你可以发现最近十几年的高点 大概就出现在这边 2001年7月份 美元指数最高来到121 那其实它是从1994年95年 慢慢滑步 滑步 滑步 滑上去的 那走了很多的 很久的一个长的多头 那这一次呢 比较特别一点 这一次呢 美元指数的低点 建在2008年的3月70.7 那你可以发现 它其实走一个横盘整理 一收钱收钱中 往上喷出了 那其实近期你可以发现 在这一整块地方 这个价位很重要 美元指数的价位 因为呢 其实我们有点担心 在讲说美国升息 会不会利益多出境 那其实呢 会不会利益多出境 只能一个概念就好了 其实是什么 你看 所有的国家 跟美国相比 其实你看 就算美国升息 它是取决于它经济好 体制好 你看哪些先进国家 现在经济说 我经济很好的 很少嘛 日本 欧洲准备量要宽松 那台湾还在降息 那你看中国 经济虽然说过去表现很好 最近也有点降温 所以比较起来呢 资金还是很有可能往美国走 那大佛 我们看到 你叫大家记得这个指数 100.5这个数字 但我们可以看到 已经走了一大段了 要问的是 还能进场吗 它上去还拉到 什么样的天险 大家要注意的地方 我认为大概 因为其实过去这两年来 有时候美元指数 美元涨得比较多了 那所以你说短线上 马上再涨个两层 是有困难的 所以大概把时间拉长来看 或许明年 大概涨个5%是有机会的 那时间拉长 如果在两三年 那美国持续升息 那各国经济 还没有完全跟上的时候 其实资金真的都会往美国走 那有机会来挑战 2001年这边的121 所以也就是说 你把时间拉长一点 可能放在三年左右 那国际美元 大概还要涨 两层左右的空间 除了是美元之外 我们当然也关心其他的 新兴市场 因为大家炸了蛋 那你碰这些 所谓的比较弱势货币的时候 要小心 待我们避开地雷 因为我要是赚了它的利率 赔了汇差 一样是得不偿失 对 那其实 在美国升年的情况下 我跟大家讲结论 那大家比较从 就是外汇投资人最喜欢的就是 高息货币 不是澳币就是南非币 因为它利息 你不然银行一年 所以就删4% 你当然很开心 但是他们近期 其实都比较像地雷 给大家看一下 一样 这是比较长期的经济走势图 那上面 这个是澳币的月线走势 下面这个很重要 红色的线是澳币的利率 那蓝色的线是美元利率 跟大家讲 简单讲结论就好了 你只要看到 美国跟澳洲的利率 在收链的情况下 澳币多半时间是贬值的 那你看两边 这个红色线跟蓝色线 拉开的时候 澳币多半是升值的 甚至是美元利率 比澳币利率高的时候 澳币扁到了底部 这边大概是跌破了 澳币换0.5美元 非常的低 那近期呢 我们直接看到 红色的线这一段 慢慢在往下走 跟蓝色 美国的利率 一直在收链当中 所以澳币从 原本的大概 2001年高点 大概是澳币 都1.1美元 到现在只能量0.7多 其实贬值的幅度 也接近四成 所以你以 接下来的长期的趋势来看 如果美元有持续升值的概念 或者甚至是澳币 有持续降息的概念 那其实澳币 大概都还是走贬值的路线 那接下来 其实虽然你一年 可能有大概 2到3%的一个利息做保护 可是你看如果是在5年 跌了4成 那你就算一年有8% 那你可能也 不一定能够赚回来 所以今天大佛告诉我们 投资 外币 好多个地雷 大家记得避开 看好口袋里的钱 但憲哥 我们看到劳动部 给我们的数字 让我们很担心 我们的年轻人 书学历念得这么高 书念得这么多 他想去追求一个 合理的月薪 都这么这么困难 搞到后来沦为什么 尼特族 要在家啃老 对 具象 我们待会有一句话说 越厉害越厉害 所以现在 越厉害越高 真的越厉害越厉害 我们掌握 看行政医跟我们说 现在不是25k 对啊 已经25k 25k都来 是行政院所有的大数据 分析出来的 以后你不能都说25k 现在大学生 头头都25k 说起来都 对啊 说起来好像听之由理 但是我们看大数据 我们都要用大数据 大数据 大数据里面有一个 就业投保资料 就是说你有去找头 你老闆帮你 帮你加入 劳保健保 对吧 这最简单的 这已经有了嘛 我们里面有一个数据 100通一年 我们那年的台专 以上的学生 有20万6千的 可以找头 中学校这么多人 对 20万6千的 但是那年的年底 结束了 发现说有3万6千的 根本都没有補 哎呦 你看他们找到头 都没有加入任何 投保记录 加入什么黑心公司 他们这老闆怎么不够 没可能 现在对一个老闆家 这些人就是什么 尼特族 尼特族就是说 没有就业 没有就学 没有进修 在家里啃老 叫做尼特族 所以没有投保记录 应该工作 没有工作的年轻人 我们就合理认为 你根本就是赖在家里头的 对 所以说赖在家里头 是什么 他们不是说 不是去找头路 我们待会有一句话 说脑新鲜好做 什么人要做正鲜 对不对 你这个厨房看不去 对 我们来看这个素衣 现在你看 现在大家都说 哇大学生起来 你设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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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 对 这里有一个例子 你看到这里 你真的有些人 如果说老师 你面前背不去 台中有一个邱小姐 邱小姐 以前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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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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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網拍上架的助理 拜託 台東我們不是馬上去過 那個地方有很多新聞的媒體 或是他們的分部辦公室 找一部一個頭路 找一部一個 而且週休一天半 另外 報室班 安親班的老師 週 隔週休兩天 結果這兩個頭路 都多少 21K 含22K就沒有了 所以今天他要去 接這兩份工作 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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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月中華宮 賺21K 是啊 所以對優小姐來講 我拚了一個宿舍 拚了一個錢 我拚21K 那一口氣真的厭不下去 不過 人家話說回來 我們也不可以太鼓勵 這樣子的一個一個想法 怎麼說 先求有再求好 初出茅茹 不然你是想要怎麼樣 死去這麼壞 說是這樣 但是就是工作 難以找 總是想要找一個比較好的 在家住一個五個月 住三個月 住六個月 每天都是 如果不是上網 就是看電視 有一個天他們會告訴我 他說21K的工作 其實也是要嘗試看看 總比你在家好上百倍 這句話實在是很廣東 希望女兒人磨酒的志氣 都磨掉了 是啊 但是對優小姐來說 這句話很痴漆 你知道嗎 這句話就是在教我什麼 把他拚聲說 我在家在肯勞 他媽媽上這樣罵罵罵罵 就要扣出來 他說 我是都沒幫你做人家 我每天幫你煮飯洗衣服 幫你擦肚子 所以 我就找不到路 我今天去砍了一個室室 真的叫我去砍下去 11K 真的砍下去 你比較想說 這就是現在現代年輕人 他砍越高越找不到路 好 我們就來問一下清皇 你看看 昨天我們講到25K 兩個月就可以找到工作 是政府的數據告訴我們的 很漂亮 對不對 可是這一群就是他 毛你不套的年輕人 所以慢慢慢慢 當他肯勞肯進去 你說你的研究裡面 有兩個漩渦在拉著他們 是 君相 你知道台灣的尼特族現象 有多嚴重嗎 多嚴重 我給大家一個數據 在2005年的時候 也不過就10年前 我們的尼特族的數量 是88000人 但是在2013年的時候 你知道我們尼特族 有多少人嗎 多少 我們國家主機書 告訴你說 我們的尼特族有47萬人 五倍 六倍啊 那47萬人是什麼樣的概念呢 你知道同樣是在日本 我們說日本尼特族是不是也很多 你知道日本有1億2000萬人口 人家尼特族是60萬人 我們只有人家的 五分之一 六分之一的人口 我們是2000萬人 但是呢 我們2200萬人 但是我們的尼特族 竟然有47萬人 所以你看我們的比例 比日本高多少 那我們知道尼特族 它基本上就是什麼 不進修 然後呢 不就業 也不升學 那我們自己國家調查裡面 發現主要的原因是說 第一個 他沒有符合他期望薪資的工作 就像我們剛剛看到的嘛 你念到碩士 然後念到博士 念學歷那麼高 可是你只有2萬多塊工作 他怎麼會甘願 所以他就待在家裡面 第二個 最關鍵的是什麼 找不到合理的這個 怎麼樣 薪資的工作 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現有的工作裡面 他的技能就是不足嘛 所以你就發現 我們的國家年紀 慢慢分成兩種人 兩種人 一種是說 我知道我技能不夠 我知道現況的工作呢 沒有辦法滿足我 所以我努力去進修 另外一種呢 我沒辦法了 所以我就留在原地 選擇留在原地 繼續怎樣 在家裡當尼特族 所以你看人數越來越多 從當初的8.8萬人 成長到10年後 變成多少 變47萬人 到主技術的數據 已經是將近60萬人的水準了 關鍵在這個地方 有兩個漩渦 為什麼有人就這麼沉下去了 有人就 一個V型倒彈回來 為什麼 因為有人選擇 把自己重新再打造自己 你說打掉重練 沒錯 他就讓自己砍掉重練 我過去學什麼 不重要 我就學一個 能夠符合現在的社會技能 比如說像我之前認識一個年輕人 他就是什麼 他就是大家學 覺得說那種什麼 資管科系畢業 私立大學資管系畢業 最怕遇到問題是什麼 就是說 我資訊又不會 不會寫程式 但是我管理也學得不夠深 所以我變成到社會之後 我變成說左右兩邊 我不知道哪一個 是我的專業的工作 那這個年輕人 他就選擇讓自己重新歸零再來 他到資社會去進修 重新學習那種網頁設計的工作 去學習當時的 在2013年的時候 學習所謂HTML5的語法 2012 2013 剛好屬於我們說在轉型的時間 所以他就學了一個當時 其他的市場 還沒有填進來的足夠的專業 所以當他學到了之後 他發現 他自己還能夠銜接的進去 因為當時學會的人才 還沒有這麼多 所以他讓自己迅速的 找到了一個怎麼樣 進修一年之後 找到一個薪水 四萬多塊的工作 所以這就是打掉重練 多麼的重要 當自己的貴人 但是相哥說回來 畢竟能夠這樣向上的 畢竟還是少數 更多更多是博士領31K 碩士領21K年輕人 單個月他就不見了 他說我不如去外面工作 到國外去討生活 我敢不敢推我 對 像我們剛才有一個月說 長相像我這樣不好的人 不要怪父母 對不對 工作難找 不要怪政府 所以有為的青年一定 立足台灣 胸懷大陸 放眼世界 放眼世界要比較好嗎 對 我們要走向走出去 結果在英國 牛津有一個研究所 他說在六年 2021年馬上就到了 在六年全世界 有十個國家人才潰乏 什麼叫人才潰乏 精英外逃 裡面第一名的 台灣我們拿到金牌 我們台銀 這沒有什麼好高興的 沒有 這個排第一名 真的一點都不高興 他說在2021年 台灣的金牌外流理念 十個裡面有六個 是專業人才 所以你的意思說 等到了那一年的到來 就代表台灣已經進入了 專業人才輸出國 對 那這些專業人才 這些有為的青年 這些真的對自己的前途 非常關心的人 他們想要去哪裡呢 想要去哪裡呢 想要去哪裡 我們來看有五個地區 第一個美加 還是來來來來 來台大 去去去 去美國 這不用什麼功勞 第二個新加坡 第三個日本 第四個紐澳 第五個竟然是越南 我們討論過的 機會在東協 好 那每一個國家 都百面好嗎 沒有 我跟你說 我們第三個日本 那日本其實比我們更六匹 真的 去那些是電腦很難 日本比我們更六匹 他算是最想去的第三名 是啊 我跟你說 日本有一個 九州大學的環境學博士 他出一本書 他說他們日本現在出現什麼 出現高學歷的勤勞穷民 什麼意思 勤勞穷民 但穷民當然不是太好 多勤勞啊 他說日本 他們有五百間的大學 所有的教授在以前 博士的勤勞沒到一半 沒到一半 那很有機會啊 是啊 我只要念到博士 我都有機會去教授啊 對啊 但是1991年的時候 他跟我們一樣 少子化 老齡化 結果五百間的大學 差不多都經營不下去了 這樣要怎麼辦 是啊 大學先減差不多十四萬 老師也要裁員嗎 沒有啦 不可以裁員 這大學不可以到 所有的鼓勵那些學生 都去投資書 投博士 結果大學生減14萬 博士 減14萬出來 死了 找不到路 所以學校不能讓他倒 我們台灣是盡量廣招入生 讓學校活下去 他們不是 他們鼓勵你繼續念碩士 念博士 對 糟糕 結果博士是滿街跑 結果都找不到工作 為什麼 因為五百所大學裡面 那些教職員都要用 前面一二三四到十四所 那些明星學校的 比特性 其他的十五歲以後到五百的那裡 你拿到報酬 那些都是假的 所以他們發現說 他們花千幾萬去票 為大學投資書投資報 結果是詐騙一場 我們在節目當中 一直在關心流浪博士的問題 我們覺得很深深的切磋 整個山片 結果當他拿到桂冠的那一天 也是他流浪的開始 日本的情況又比較好嗎 沒有 我就跟你說 比我們六百了 所以你看 這裡有兩個國書 兩個都普書的 一個是四十六歲 東北大學 東北大學這就是什麼 這時候也知道 十四名以外 因為我們不會聽過 對不對 所以說他就找不到路 他這樣滾滾滾滾滾滾 一間六畜 結果沒辦法 他為了要生活要怎樣 人總是要生活 去補習班的老師 徒書館的館員 去做校學校的警衛 十幾年來 他有一年領最多 領150萬 日幣一票 豪華台幼不是一年多 對 豪華台幼52萬 你說真的抵達報酬 這樣又可以抵達 你說補習班老師 我覺得博士來當OK 徒書館員OK 校警這個就有一點離得遠一點 這還不是誇張的工作 對啊 他做過什麼更高張的 沒有 現在打那個發聲鼓 他們在日本 替人打發聲鼓 有時候賺那賺錢 這樣算要不錯 這是真真實實的 東北大學的理學博士 是 還有更慘的 這樣算不錯 要是一個比較壞的 你看 京都大學 這絕對是前期比賽 京都大學博士 30歲而已 年輕力壯 人都演得 結果有沒有找到兩個 兼任講師 還不錯 還不錯 台灣現在都堅韌了 對 一個月 一個月裡面多少 四次而已 一個月多少 一個月三萬塊的月份 所以一個月賺多少 賺六萬塊的月份 好代表 萬八塊 好大 這樣怎麼過生活 日本物價也是很高的 對啊 總是要吃東西 對嗎 收集一些垃圾 資源回收 加這種工作 京都大學名校的博士 對 這就是我們講的 下流的一個現象 打掃打掌管一直被洗洗洗 洗到底層去了 所以說學歷它只是一個銅牌 能力是銀牌 你的人脈是金牌 創意才是王牌 好 真的是 自己有沒有一塊王牌在口袋裡 年輕人問問自己 今天燕麗來到節目現場 要來告訴我們年關禁 很多年輕人 很多慢慢有一些家庭的人 其實都非常需要一份工作 至少證明自己至少養一個家 但是大家怕 怕什麼 怕無心教會不會落到我頂上 怕老闆會跳過無心教 直接把我的lay off掉 沒有想到我們聽到一個 聞所未聞的 叫做秒資遣 秒重聘 這什麼東西啊 老闆在打什麼算盤啊 對 在這個闡述這樣的一個 最新的一個情況之前 我們現在來跟大家分析一下 因為這個美國剛宣布生息嘛 對不對 對 不過全世界的景氣 還是處於一個非常低迷的狀況 所以就連大家都很羨慕的 銀行業現在都面臨了一個 非常嚴重的一個資遣的風暴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英國金融時報最新的一個分析 今年有高達11家的歐美大型銀行 是宣布要來財源 而且這個財源的比例還不低 大家來看一下最新的統計 包括匯豐銀行 渣達銀行等等 財源的比例是高達一成左右 什麼啊 我們前一陣子還在講說 國內的 領多少個月 七個月 八個月的所謂的年終獎金 羨慕得要死 國際的這些大銀行集團一開始財啊 一口氣財了一成 一成是多少人啊 一成的人數其實還不低喔 我們剛剛講到像匯豐呢 財了2.5人 那渣達也財了1萬5喔 那我覺得更令人擔心的事情是什麼 這樣的一個財源冰風暴 還會延燒到明年喔 因為包括像是法巴銀行 還有巴克蘭銀行等等都說 明年的營運成本要砍兩成左右 那換句話說呢 這個財源的人數恐怕只會越來越多 所以你們看到這些大廠 大家羨慕的這些一流的銀行 說砍就砍了呀 隨便動輒都是幾萬幾萬起跳的耶 對 沒錯 所以這個經濟景氣不好的一個情況之下 勞資之間這個跌對跌 真的是越來越明顯了 什麼跌對跌 要你走就走了 還跟你跌對跌啊 我們來跟大家分享一個 這個最近發生的一件事情 有個網友叫做小瑜 他這幾天把他的遭遇 PO上網要來跟大家求救 他遇到什麼事情呢 他說上個禮拜五 快下班的時候 接到公司的資遣通知 公司就跟他說 小瑜你這個烤機不好 所以你被file掉 小瑜就覺得很奇怪 雖然我自己不是一個很優秀的員工 但好歹平常也沒有犯什麼大錯嘛 所以小瑜第一時間 就去請教了人資主管 問問看到底發生了一個什麼情況 人資主管就說 小瑜就是你的直屬的長官 把你的烤機打很爛啊 那按照公司的規定 你本來就應該被file掉嘛 這天經地義 有問題嗎 對啊 那小瑜就覺得說 自己沒有很糟啊 所以他又去找了他的一個直屬長官 結果沒有想到他的直屬長官 竟然呲呲呲呲呲地就說 小瑜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這個年終烤機是跟員工的去留有關係耶 說對 你是新來的嗎 這個當然是最重要 而且所有我們在外面的壽星階級都知道 越接近年終的那一次烤機 以前怎麼評都不重要 最後那一張才是決定生死啊 對 小瑜也覺得這個是有鬼啦 這個主管就是在這個俗鬼化嘛 所以呢 小瑜就跟主管努力溝通 主管就說好啦 不然這樣子啦 我把你的烤機重打 那因此小瑜也就保住了工作 那就好啦 不過問題更多了 因為後來小瑜就發現說 公司的人質主管還是通知他 小瑜 那個喔 這個資遣單已經發出去了 來不及改 可是既然你已經留下來 這樣子好了 我們再給你一張負值單 負值就負值啦 負值就好啦 就像問題在於中間的這個落差 因為資遣單已經發出去了嘛 就表示你真的已經被資遣 換句話說 今年的年終不見得領得到耶 哪有這樣的 我們那個女同事去所謂的 育嬰架回來辦理負值 該有的烤機 該有的獎金 一樣沒少啊 對 而且他的主管 就一副好心的跟小瑜說 那沒關係啦 那有關於這個年終獎金部分 我就想辦法幫你爭取喔 但是我沒有辦法保證 一定可以爭取到多少 還有更重要一點 你的年資 既然你已經被資遣 你的年資就歸零了 以前都不算數 怎麼話 欸 今天你說你要資遣我 你明明不應該資遣我 你也承認是搞了錯誤啦 我一毛錢資遣費沒領到 你把我的所有的年資拿掉 你把我的獎金都拿掉 你不是吃我豆腐嗎 對 小瑜覺得很心理很不平衡的事 按照他的年資的一個狀況 他明年就可以達到 調薪的標準喔 所以小瑜心裡頭很清楚 這應該就是 公司能利用秒資遣 秒負值能來惡搞我 好啦 不過這時候觀眾朋友 一定會說 唉唷 這個有些中小企業嘛 業績不好 難免要裁員啊 食人機構不就是這樣 要你走就走 意見這麼多 我只要按照勞基法 還有什麼好講的 當然 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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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著剩下的員工 我才能繼續把路往下走啊 受生嘛 對 沒錯 可是俊項你知道嗎 根據美國最新的一個大型研究統計喔 如果說呢 你這個公司呢 歷經裁員之後 留下來的員工壓力大 心情不好 有高達七成的員工 會生病耶 你說留下來本來應該沒事的 也被流彈給掃到啊 沒錯 那反而是呢 這個想辦法硬撐過來 然後沒有做任何裁員動作的企業 他的這個業績付輸的能力 是大大的提升 我們這裡有個非常經典的一個案例 叫做松下企業 大家都知道吧 非常有名的一家公司 那在1930年代的時候呢 他們也遇到了這樣的一個 全球大蕭條的一個情況 那產品真的就完完全全賣不出去啦 業績是大幅的下降 那這個時候呢 他們的創辦人 大家也都非常耳熟能詳的 這個經營之聲 松下新支柱呢 他又生病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內外交迫 大環境不好 那老闆身體又扛不起來 他們後來怎麼走過去的 對啊 那就兩個副手來接手管理 兩個副手看到這個情況 覺得這個業績實在盪太多 當下做了一個決定 什麼決定 裁員嘛 公司200個人裁一半 三一 一百個人就好啦 OK啊 很多公司都是這樣啊 裁了吧 可是呢 松下新支柱 他雖然躺在病床上 但是他非常的英明 他大家說 此舉萬萬不可 因為呢 員工是公司 最重要的一個資產 可是 燕麗 他說不裁 不裁你整艘船 大家一起沉 對 但是所以我們才說 他是經營之神嘛 他說呢 我們想整個辦法 第一個辦法是 我們把產量減半 但是絕對不能夠裁員 那員工的薪水照舊 所以這個時候就歡聲雷動 可是接下來 還有一個新的措施 什麼措施呢 上半天員工去工作 下半天大家全部都去賣產品 去賣庫存品 所以 他不但不裁你 他還給你只上半天班 哪有這麼好的老闆 沒有 大家要眾志層層的推銷 把這些庫存品通通推出去 才能有獲利 對 就沒有多久 這個產品全部都銷售而抠 而且反而是公不應酬的一個情況 所以因此公司也就渡過了一個難關 所以我們看到松下信之助 艷莉 不愧是金銀之神 是經典 是傳奇 孤孤兒也讀了一個而已 但是你會看到說 他巧妙地避過裁員欺商權 為什麼 他生安其中的道理 你今天商人三分 自己倒談了七分 你自損 難怪留下員工 或所謂的倖存者症候群 這些都跟他沒有關係 他走過去了 換言之 另外更多跟老闆不懂 不懂就砍下去 砍下去 被砍掉的人怎麼辦 對 被砍下去的人 真的是內商雷雷 我們今天也來跟大家分享一個 香港真實的一個案例 這故事的主角叫做阿偉 那阿偉真的是工作 非常非常的努力 他從一個小小的業務員 很快很快很快 就升到一個所謂的一個 業務主管 可是剛好又遇到了一個 全球不景氣的一個狀況 就連他的競爭對手公司 接著一家倒閉 就連他們自己的公司 他也資遣了好多員工 到最後只剩自己 老闆就只好資遣他 火燒到了腳邊 跟最後他終於被砍掉了 對 當他被砍掉的時候 其實阿偉真的很積極向上 他覺得說我不能夠失智 所以他第一時間 他就去參加政府的一個 職業的訓練 職訓 對 很振作 對 他也向外丟了好多 這個幾百封的一個履歷 可到最後都是石沉大海 一封都沒有回音 對 一封都沒有回音 就在阿偉覺得說非常灰心之際 有一天他又失眠了 他決定走到這個馬路上去 吹吹風 透透氣 結果他就看到有一個年輕人 就在他前方 這時候就勾起了他的回憶 我大學的時候 我也在餐廳打過工 他看到了什麼畫面 他看到了多年前年輕時候的阿偉 對 他看到年輕時候的自己 那個時候他在餐廳打工 他會煎牛排 所以他就攔起了鬥志 他覺得說沒關係 也許我可以開個 小小間的行動牛排店 那麼回到家之後 當時就是先跟他的老婆 還有他的兒子說 不好意思 爸爸失業了 那想當然了 他老婆 瞎會 所以他瞞了好久 偷偷去丟履歷 想說無縫接軌 也就神不知鬼不覺 但是他覺得他敢講 因為我想到我還有第二專長 沒錯 我就告訴你們了 對 沒錯 所以當他跟他老婆跟兒子說 爸爸失業的時候 他老婆就跟著他抱頭痛哭 可是就在大家哭完之後 阿偉就說 老婆 你不要難過 我想到一個解決方法 就是我會煎牛排 他就立刻煎起牛排 給他的兒子吃 好吃嗎 兒子就說 爸爸 我這輩子沒有吃過 這麼好吃的牛排 Yes 他的QC 已經通過兒子這一關了 對 沒錯 那阿偉當然就越來越有信心 那他就想說 好吧 那我們就選擇這個海邊的風景區 看起來人潮比較多的一個地方 對 店也終於開張了 就他的一個行動的牛排館 終於開張了 好 可是沒有想到一整天下來 三個小時 五個小時 八個小時過去了 連一組客人都沒有 等一下 這樣不是說好吃 家裡都把他回家看 怎麼會客人沒來拔吃 對 就在天色越來越黑的時候 有三個泳客從岸邊走過來了 然後這時候就跟阿偉點了三克牛排 阿偉覺得 好棒 終於客人上門了 開張了 對 這三個客人邊吃邊跟阿偉說 老闆 你的牛排真的很好吃 是不是 沒想到你還來我們這個小地方來開牛排 結果好吃到其中又有一個客人 又跟阿偉說 我還要再加點一克 再加點 沒關係 沒錯 就吃得很開心 然後都吃完之後 這三個客人居然拍屁股直接走了 你給我吃霸王餐 我昨等又等到你們上門 欺負我 對 那阿偉覺得很不可思議 就立刻就跟客人說 客人 客人 付錢 付錢 但是這三個客人幾乎頭也不回 就立刻走 阿偉當下就是又氣憤又難過 覺得好不容易終於人生要重新出發 可是居然讓我遇到這樣的一個傲客 當下他就覺得面對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真的是非常的無助 那聽說從此之後再也沒有人看過他了 你看看 人生努力的要再創事業第二春 有緣怎麼叫人氣呼 但是趙華今天來到這個地方要告訴大家 其實更多朋友是辛苦自己 辛苦了一年 攔了一年的錢 犒賞了一下自己 很多人想去日本玩 但是先注意一下 趙華告訴我們 你花大錢可能買最瘦 如果去旅遊 反而是一肚子氣回來 一整年機的好好的假期 就這樣報銷了你說歐不歐人 歐死了 對 但是現在平平又是年底了 很多人這個時候會覺得 一整年假你再不休 明年搞不好假都沒有了 是啊 所以積極地開始安排旅遊 那具象你可以猜一下 去年我們台灣人最喜歡去的地方是哪裡 日本 很簡單對不對 對 因為日幣一直扁 沒錯 每個人都瘋狂地湊到日本去購物 去的人次達到282.9萬人 這什麼概念 這什麼概念 每8個人就有一個人去過日本 那我們要努力一點 我們都在這裡工作 所以可見台灣人多喜歡去日本 沒錯 這個是歷史新高的數字 那今年1到11月最新的數據也是一樣 今年國人還是最愛去日本 可是去的人越多代表什麼 旅遊的糾紛可能也越多 到日本 日本不是很規矩 照規矩走的地方嗎 我們來看這個是旅行業 它所謂一個平保協會 它做的調查 這是今年1到11月的一個狀況 糾紛數以東北亞來說是最高 東北亞就是日本跟韓國 可是韓國今年有MERS 所以大部分人都是跑去日本 糾紛就有305件 佔了所有全年度的旅遊糾紛33% 1%的糾紛幾乎都發生在日本 那有哪些糾紛我們來看 第一大問題 缺遊覽車 很多人到那邊 你要自己去坐地鐵 還要轉計程車 非常的生氣 第二大問題 跟你臨時換旅館 這個很差 五星的變四星三星 沒有星 第三大問題是因為沒有旅館 沒有遊覽車 臨時給你解約 你家都排好了 這個更糟糕 讓你根本連出團都出不了團 對 所以很多人去日本玩 覺得怎麼玩了一肚子氣 但是今年有兩個例子 是我看過真的覺得最誇張的 最扯的例子 今年10月初 台南有一個建商的老闆娘 她想說 我員工辛苦一整年 我要大手筆招待他們去日本北海道玩 這個老闆娘不是隨便說說而已 她把旅行社找來 也是知名的旅行社 她跟旅行社說了一句話 說什麼 她說 給我最貴的 她擴氣 錢砸下去 最好的旅遊品質給我端出來 但是有沒有 休息一下回來 聽趙華說